王老太自己摔倒 李海燕却说是帮何惠和陆灵山才摔倒的 何方明三父子就去找陆灵山讨一个说法 妈可以为了何大智何大勇 每天辛勤劳作 帮助这两兄弟做家务 做饭洗衣服都没有问题 以前还是人民公社化的时候 妈可以为了自己的两个亲孙想要吃肉 一大早的天还没有亮 大概凌晨四五点就来到了公社那里排队 用肉票换肉 要说妈因为我要建房子 所以去收拾龙门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一看何家兄弟不断地指责何惠 陆灵山就知道何家兄弟心中肯定有鬼 这两个人必定是不想花钱 带着老太太去医院看病 所以这才想方设法地赖上了何惠 就当陆灵山准备拉阻何惠 不要何惠说话的时候 何惠却急忙往何家的屋子里面赶 陆灵山也赶紧跟了过去 陆美琴看到此状 也知道何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 他也急匆匆地跟了过去 见何惠 陆灵山以及陆美琴都离开了 何大勇和何大智看着桌子上的肉 和大白米饭不断地咽口水 二话不说 直接就往嘴里送 完事之后 他不断地舔势着嘴唇 十分嫉妒陆灵山现在的生活 一边走着 嘴里还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路山河到底是在哪里发的菜 怎么天天都吃肉 果不其然 当陆美琴来到王素芬的房间的时候 刚好听见王素芬在那里不断地哭泣 自己建房自己收拾呀 你妈都多大年纪了 还让你妈帮你收拾这些杂物 现在好了 人摔着了 你看怎么办 何方芬的心中其实也非常的清楚 王素芬是为了孙儿回来 所以才收拾龙门的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够怪罪在孙儿头上 你们俩都多大年纪了 张口闭口就胡言乱语 难道自己不会心痛吗 真是笑死了 当初我爹就是要收拾龙门的那些杂物 你们说这些东西是何家的 不要我爹动 现在你们居然说因为我爹在建房子 为了我爹好 然后主动收拾这些杂物 外公外婆 你们说这些话 到底良心会不会痛呀 行了秦秦 你少说几句 她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外婆 陆美琴最不喜欢的就是听这种话 什么叫做外婆 外婆外婆就有一个外字 妈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们就是找不到人给医院钱 所以才把你找到的 你要是敢以你的亲孙子发誓 说今天你去收拾杂物 的确是为了我爹陆林山建房子 我就相信你 我们二话不说 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但如果刚刚你说的话有半句假话 那我所有的诅咒 都会报复在你的孙子的身上 这话一说 王素芬的脸一下就变得涮白 真话假话 她的心里面当然非常的清楚 李海燕一听陆美琴 居然出这样的主意 一边哭着一边喊 你这个做晚辈的 怎么给自己的长辈说话 陆美琴 你没有看你的外婆 脚都肿得这么高 你们要是心疼她 就带她去医院 你们要是嫌麻烦 就赶紧离开 何必在这里说这些亵渎人的话 王素芬一听李海燕这样一说 赶紧顺势就哭了出来 哎呦 我命苦呀 我命苦呀 我生了三个孩子 没有一个孩子在管我 我骨头都已经断了 做女儿的非得不帮我 还要让我发誓 你们全部都走吧 全部都离开 都给我滚 让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死了算了 王素芬一边呻吟着 一边哭喊着 一边还用力不断地砸着床板 何惠一看王素芬 根本就不敢揭露美琴的话 也不敢用何文斌 或者是何文心来发誓 心中也知道了七七八八 妈我们走 我们早就和这边分家了 他摔倒是他自己的事情 又不是我们让他摔倒的 龙门旁边的那些杂物对放了 这么些时候都没有人收拾 我爹要去收拾 还被你们给赶了出来 我大舅二舅大舅妈 二舅妈都在家里面 他们不收拾 反倒是让外婆收拾 说不定就是他们 让外婆收拾的呢 见真相被露美琴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说了出来 王素芬哭得更厉害了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 林珊 你去准备一个板车 牵一头驴出来 我们把妈送到公社卫生院 去看一看 见和会下定了决心 整个和家的人都长出一口气 老太太总算是有人收拾了 美琴 你就在家里面 不要跟着我们去 照顾好美琴和家家穿穿 要是你弟回来了 就给你弟弟说一声 明天工人还要过来干活 让他们注意一点 陆林珊听了和会这怀内心 也是憋着气 也只有依着自己的老婆 不过陆林珊还是留了一个心思 她就害怕到时候的医药费 全部让自己嫁出 自己这边不好说 但是儿子好说 陆林珊赶紧对陆美琴说道 美琴 要是一会儿你弟回来了 记得给你弟说这件事情